1996年的一天,蒋某人的孙子蒋孝勇带着一份医院的诊断通知书前往了纽约,她要见自己的奶奶宋美玲。 诊断书上的内容是,蒋孝勇被确诊为食道癌,但是蒋孝勇却不是为了这件事来见自己奶奶的,而是为了另一件家族的大事。 但是,她还没有来得及开口,99岁的宋美玲先开口了。 一向温文尔雅的宋美玲,这次十分气愤地表示,她要把蒋某人和蒋经国的官国都迁回大陆去。 要知道,在1975年,蒋某人逝世的时候,就已经留下了自己的遗言,说自己的官国不要入土,以后要迁回自己的故乡去。 后来蒋经国去世后,也留下了同样的遗言,希望自己可以藏在自己的老家。 但是,21年过去了,这件事都没有任何的信息,为什么这个时候被宋美玲提起了呢? 因为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岛上方面已经逐渐开始了去讲话运动,他们要将所有关于蒋某人的痕迹都抹除掉。 说起来有点讽刺,就在蒋某人刚刚逝世后不久,当时的岛上将其神话成为了所谓的民族救星,传承姚舜与汤和孙先生一致的正统传人。 在这股风潮的推动下,当时岛上街头树立起了无数蒋某人的塑像,无论是路边、公园还是十字路口,各式各样的蒋某人塑像几乎是随处可见。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岛上的蒋某人塑像大约有4.6万尊左右,但是截止2012年为止,岛上的乡镇市区数量是368个,平均到每一个乡镇市区大约是125个。 这个密度已经是相当高的了,但是就在去讲话运动开始以后,大量蒋某人的雕塑被拆除,甚至还有很多雕塑遭到了公然的侮辱和恶意的破坏。 可是这还不算完,当时的岛上甚至还提出了要将守卫在雌湖和大西两个陵墓的卫兵都撤走。 雌湖和大西是什么地方?那是蒋某人和蒋经国临时的陵墓,因为在两人去世之前都曾经说过,想要被安葬在大陆的老家。 所以,两人的关国也就被暂时安放在雌湖和大西这两个地方,而为了表示对于蒋某人以及蒋经国的重视,岛上方面也派出了守卫部队,驻扎在雌湖和大西。 但是现在居然要连他们临请的卫兵都要撤走,这件事让宋美龄和蒋孝勇都无法接受。 不久之后,浙江省台办的工作人员就接到了一个来自国台办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告诉他们,不久之后将会有五位岛上的同胞到浙江的蒋石故居参观,请浙江方面务必做好接待工作。 在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浙江台办就感觉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意味,如果是几个普通人的话, 是万万不可能让国台办如此的重视的,这些人一定是有着其他的重要身份。 1996年的8月2日,上午9点钟,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凤化西口镇的镇口,一对夫妻和三个孩子从车上走了下来。 当时的接待人员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一家五口,他一时间并没有看出什么不同的地方, 他们就像是以往到这里来参观的岛上普通家庭一样,男主人高高瘦瘦的,戴着一副眼镜, 看起来很像是当时的台商,女主人和三个孩子看起来,也和那些普通台商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 他们到底是谁呢?工作人员带着自己的一肚子疑惑,继续带着这一家五口向前走去, 但是随着他们的深入,这个男人的行为却逐渐地变得怪异了起来, 只见他一会儿好奇地四处张望,一会儿眉头紧锁, 就在进入蒋氏故居的时候,这个男人突然地激动了起来, 他大声地表示,自己回来了,自己终于回来了,这个男人是谁? 为何到了蒋氏故居之后,他如此地激动呢? 其实这个男人就是蒋孝勇,他是蒋某人的孙子, 按理来说,蒋某人的后代应该是要从政的, 但是在他的身上怎么会有一些台商的气息呢? 这件事情还要从蒋某人退到岛上说起, 那个时候,作为蒋经国第三个孩子的蒋孝勇刚刚出生, 还是一个婴儿,根本没有来得及看一眼大陆的壮丽山河, 就去了岛上,为此蒋某人对其也是有很深的愧疚, 所以一直都比较宠爱这个孩子, 说来也巧,当时蒋经国的三个孩子中, 老大和老二都不是很争气, 在蒋某人的眼里,他们都是男堪大任, 而在蒋孝勇身上,蒋某人看到了希望, 这个孩子虽然自己从小就十分的溺爱, 可是他却没有因此变得骄横跋扈, 反而是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思考能力, 以及缜密的思想, 经常讨得蒋某人夫妇的欢心, 他就是第二个蒋某人, 这是人们给蒋孝勇的评价, 在当时,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极高的评价, 但是蒋孝勇却说, 这都是自己祖母的功劳, 他的母亲给了他生命, 而他的祖母给了他思想, 事实证明, 蒋孝勇也确实是宋美龄最为喜爱的一个孩子, 那个时候, 只要宋美龄发脾气, 手下的人立刻就会给蒋经国打电话, 而只要蒋孝勇一到, 宋美龄的气基本立刻就已经消了,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蒋某人对于蒋孝勇的喜爱是有责无减, 因为他一直希望自己家可以出一个将军, 而蒋孝勇也如愿地进入了军校, 并且每一次的考核, 成绩几乎都前几名, 就在蒋某人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如愿以偿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在一次训练中, 蒋孝勇扭伤了自己的脚踝, 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但是在经历了两次的手术之后, 蒋孝勇一直都无法恢复如初, 他也只能黯然地退出了军校, 随后进入了普通的大学, 成为了一名研究政治的学生,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他会继承蒋经国的位置, 成为蒋氏王朝的继承人, 但是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蒋孝勇虽然在学校中学的是政治, 但是他在毕业之后并没有选择成为一名政客, 因为从小生活在官宦之家的蒋孝勇, 对于官场的了解本来就十分的清楚, 再加上自己在学校所学习的东西, 让他对于自己见识到的黑暗官场, 理解得更加透彻了, 所以他放弃了政治这条路, 选择了下海经商, 这个决定让当时的蒋家的人都十分震惊, 同时他们也十分的失落, 不过他们都尊重了蒋孝勇的选择, 但是有些路径似乎是上天早就已经设定好的, 即使他们想要更改, 也最终会回到那条路上, 在蒋孝勇的经商事业正在发展的时候, 意外再次找上了蒋家, 他的父亲蒋经国并倒了, 为了减轻自己父亲的压力, 蒋孝勇不得已放弃了自己的经商之路, 重新踏上了正途, 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能挽救自己的蒋氏王朝, 不久之后蒋经国并逝, 在这之前, 所有人都觉得蒋孝勇会接过蒋氏王朝, 继续自己的道路, 但是人终归是无法预料到上天的安排, 并且就在蒋经国去世之前四年的时候, 在岛上发生了一件足以动摇蒋氏王朝根基的大事, 当时的岛上有一个名为江南的作家, 这个作家是一个美籍华人, 当时是在国民党退到岛上的时候, 跟着一起过去的, 但是后来就以岛上日报特派员的身份, 加入了美国国籍, 并且入住了美国, 在美国的日子里, 江南写了一本关于蒋经国的传记, 其中详细地描述了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明治暗斗, 就在这本书发表了之后不久, 江南就死在了美国, 本来这件事只不过是一起普通的命案, 谁也没有重视, 可是不久之后, 逐渐有一个流传在社会上的消息, 引起了美国的注意, 江南是被竹联邦杀死的, 而这个是岛上一个著名的地下组织, 从岛上一路远渡重洋, 到美国杀一个作家, 这件事越来越蹊跷了, 可是仅仅是能查到的这些东西, 已经让美国怒不可遏了, 毕竟当年的江南已经加入了美国的国籍, 如果是自己人之间的矛盾导致死亡, 美国不会在意, 但是外人跑到了自己的地盘上杀自己人, 这已经触及到了美国的底线, 于是这件事迅速地被美国提上了台面, 随着事情的逐渐浮出水面, 这起谋杀案的来龙去脉也是越来越清楚了, 后来美国已经基本证实了, 正是蒋家的人派出了杀手, 前往美国, 暗杀了江南, 而起因仅仅是因为, 他们认为江南所写的那一本关于蒋经国的传记, 有揭露蒋家家丑的嫌疑, 这件事刚一爆出, 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原本最为权威的王朝, 在这一刻染上了黑色, 堕落, 不义, 滥用职权等多个帽子, 不由分说的, 就扣在了这个王朝之上, 再加上一部分人都暗中推波助澜, 王朝的威望几乎已经坠入了谷底, 虽然蒋经国全力挽回, 但是因为四年后他突然离世, 所以根本无法为自己的后代铺平道路, 1988年, 曾经的王朝几乎已经彻底崩塌了, 蒋经国突然的离世, 使得他当时的副手, 理所当然的坐上了他的位置, 而这也给了之后的去讲话, 留下了巨大隐患, 而父亲的离世, 给了蒋孝勇巨大打击, 不久之后, 他也离开了岛上, 带领自己一家人迁往加拿大, 并且加入了加拿大国籍, 但是随着岛上领导人的更替, 去讲话运动逐渐开始进行了, 当时的蒋孝勇曾经试图阻止, 但是遗憾地失败了, 就在1996年的年初, 他被确诊为食道癌, 如果是一开始的时候, 他还对未来抱有幻想, 但是这个时候, 他就只想完成自己父亲和祖父的遗愿了, 也就是将其官国迁回大陆的祖地, 这件事, 其实蒋经国在这的时候, 就曾经尝试过, 但是因为两岸之间特殊的关系, 所以一直以来都无法顺利地进行, 如今, 蒋孝勇已经身患绝症, 自知时日无多的他, 决定再次试一试, 在他看来, 阻力最大的应该是大陆一方, 于是他试探性地联系了国台办, 但是我们的态度让他十分地惊讶, 在得知了来意后, 我们非但没有人阻拦, 还特意安排了人去机场迎接他, 并且为他配备了一个随行的医生, 蒋孝勇第一个去的地方是蒋氏祖墓, 这是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想要葬回的地方, 可是想要到达蒋氏祖墓, 就必须要经过一段长达600米的台阶道路, 因为担心自己父亲的身体, 蒋孝勇的儿子提出了让父亲坐轿子的建议, 但是被蒋孝勇拒绝了,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里, 或许也是最后一次来到这里, 对于他来说, 认祖归宗之路, 再难也要走完, 不过, 让蒋孝勇感到惊讶的是, 在他的认知中, 从自己的祖父退到岛上开始, 到现在已经过了47载的时间了, 这里应该已经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了, 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里不仅没有任何的杂草, 而且被打扫得非常干净, 因为早在79年的时候, 中央已经拨款了30万元, 还专门知会了相关的部门, 定期来维护他们的祖墓, 在这里, 蒋孝勇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祭祖, 同时, 他也感觉到了, 或许自己祖父和父亲的遗愿, 应该很快就能实现了, 当后来, 他来到了蒋氏故居的时候, 蒋孝勇并没有同意工作人员提出的走免费通道的建议, 而是自己掏出了腰包, 买了五张门票, 即使他的几个孩子那个时候还小, 根本不到购买门票的时候, 蒋孝勇在这里停留了很久, 他认真地看了这里的每一处, 就像是在回忆这里曾经发生的事情一样, 而最让他难忘的是, 就在这里, 蒋孝勇被一名导游认了出来, 他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 数十年来第一次回到这里, 居然还有人能认得出他, 他并没有被人忘记, 他的祖父和父亲也没有被人忘记, 故乡的人们依然记得他们, 很快, 蒋孝勇回到了岛上, 他信心满满地提交了将自己的父亲和祖父的灵鹫, 迁回祖国大陆的申请, 在他看来, 曾经认为最大的阻碍根本不存在, 自己这边应该很轻松就可以完成自己的手续了, 可是他错了, 最大的阻碍一直都不是我们, 而是他们, 他的报告很快就被打了回来, 而且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这个打击让蒋孝勇难以接受, 但是精通政治的他也明白, 恐怕以自己的病体, 很难完成这件事了, 但是他依然要为了这件事, 做出最后的努力, 于是在96年的年末, 蒋孝勇在病床上, 召开了最后一场记者招待会, 在这次的记者招待会上, 他提出了三点, 第一, 梁蒋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蒋家会永远与图抹分裂中国的亲日分子, 斗争到底, 第二, 梁蒋的临终一帜, 都是想要葬回大陆, 蒋家不会违背先人遗愿, 第三, 梁蒋给后代留下的恩泽已足够丰厚, 人生在世, 最重要的是自己努力, 即便有祖上阴碧这一说, 蒋家后人也绝不会违背先人遗志, 在这三点传出之后, 文哲默不感动, 而就在这场发布会几天之后, 蒋孝勇嫁鹤西去, 他没再看到人们在听到这三个观点之后的表现, 但是他相信, 他祖父和父亲的遗愿终将会实现,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而一家人终归是要团聚的。